來到香港鐵路發展史最後一集 講完起鐵路和火車 當然要講一下車站 要講戰前九廣鐵路最具特色的車站 就肯定非九龍總站和大埔去火車站莫熟 九廣鐵路鷹段雖然在1910年10月一日通車 但九龍總站就因為設計和選址的問題 還未動工興建 唯有先造用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的貨倉 作為臨時車站 直到兩年後 港府委任來自馬來西亞的英國建築師 負責設計九龍總站 於1913年動工興建 1916年正式啟用 一般人由港島搭船到尖沙咀 就可以直接搭火車去新界以至廣州 非常方便 這塊就是以前擺在九龍總站外面的九廣鐵路鷹段管理局窮牌 見證九龍總站在尖沙咀的60年歷史 很有歷史價值 九龍總站以紅磚和花崗岩建造 據愛德華時代的古典復興建築風格 其中中樓高44米 頂端裝有7米高的鼻雷針 成為當時附近一帶的地標 現在還是打卡熱點 最特別的是 在1915年中樓起好時 還未安裝好電中布時裝紙 所以有些舊照片會見到中樓是沒有指針的 直到1920年大中混底香港 第二年才安裝好電子時鐘和布時銅鐘 但是到了1950年 因為中面的顯示和中星不一致 所以中樓由那時開始 就停止了凌鐘布時 到了1960年代後期 港府計劃將九龍總站搬去紅磚 用來發展尖沙咀一帶 舊九龍總站就在1978年10月拆卸 只保留中樓 為了紀念中樓的歷史和建築價值 在1990年 港府決定將中樓列為法定估值 到了2021年12月 中樓在亭子名中71年後再次響起終身 怎樣?是不是很熟悉呢? 由於大埔位於九廣鐵路南北行線的中間點 所以這裡很自然就成為了重要的貿易交回處 舊大埔的火車站在1913年正式落城 有別於當時其他車站的西式設計 它是一座風格獨特的金字頂中國傳統建築 屋隻上面有粒定火珠和雙奧魚標杖 大樓兩側的山場 又有寓意吉祥的蝙蝠 卯丹和喜鳥梳 到了1980年代初 九廣鐵路進行電氣化工程 舊大埔區火車站被新的大埔區站取代 在1983年4月6日正式關閉 第二年列為法定古蹟 經復修後還在1985年變成香港鐵路博物館 開放給市民參館 以前大部分火車站的後車大堂 都是採用開放式設計 只有一條連接外街和月台的通道 沒有出入閘機左隔 人們可以隨意步行橫過月台和路軌 而且以前路軌兩邊沒有圍欄 火車班次又疏落 不少人會在路軌上走動 或在旁邊聚集或賣東西 真的很危險 現在在車廂內不能吃東西 但以前不單可以吃東西 還有小販在車上賣東西 例如雞腳、滷味等小食 還很受歡迎 聽回大埔老街坊說 很多以前搭過火車的朋友 都可能記得 命筋佬這個名字 命筋其實是素食店的蠔油麵筋 命筋佬由大埔區上車 買到沙田之後 就會轉到另一輛車繼續賣 很多人都會搶救他的麵筋 好了 一連三集的鐵路發展史就講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繼續了解更多鐵路故事 當然要親身參觀不同列車和車站古蹟 日後有機會 還可以約鐵粉朋友到鐵路博物館參觀 發掘更多歷史有趣事 拜拜